宿审法在今天将要三毒 对于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死刑被告在外头啪啪噪 立委邱毅表示这可是会有后遗症的 记者林佳元她有更进步的消息 好 但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今天立法院会三毒通过宿审法 所谓的宿审法就是说未来 如果说死刑犯被告积压了八年 如果都还没有判刑定验的话 可能会因为宿审法而减刑到处啪啪噪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今天立委邱毅怎么回应 带你一起来听听看 宿审法有非常多的后遗症 你超过八年还可以着量减刑 那你过了八年之后 在宿审法的规范之下 这些人可能还可以逃出黑欲牢笼 你不觉得有很多的后遗症吗 所以所谓的宿审法前面有一个妥当 妥宿我们叫妥宿 就是既要妥当又要快速 可是这一套宿审法只有快速 没有妥当 好的宿审法如果通过的话 未来最高法院呢 如果说没有办法在两年内 把这个死刑犯确定判决 确定的话 这些被告呢 因为羁押期限超过八年的话 就可以先获得释放 所以说呢 这死刑犯就有可能会在到处 爬爬造的一个状况 以上是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把箭头先交还 彭内主播 好 好